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資宣奉告 今集我們遺傳到民政總署的代表許若宜小姐上來節目 許小姐你好 你好 最近民政總署的澳門基本法紀念館 好像在扮成兒童創意填飾比賽 麻煩你介紹一下 是的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現正舉辦一項名為 憲法與澳門基本法關係兒童創意填飾比賽活動 目的是推廣愛國愛澳教育 培養小朋友自小傳承愛國愛澳的傳統精神 加深他們認識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關係 以及與我們生活如何息息相關 亦透過活動鼓勵小朋友利用色彩代表文字 表達澳門在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 社會所呈現的繁榮安定 那麼活動的對象以及報名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活動分為兩個組別 包括小1至小3的初小組 以及小4至小6的高小組 學生可以以個人名義報名 又或者由學校組織學生參加 大家只要在明年的1月15日或之前 將作品連同報名表格交回澳門基本法紀念館就可以了 而有關填飾紙分別可以在澳門基本法紀念館 公民教育資訊中心 各區服務站以及市民服務中心排發 初小組和高小組都設有一等、二等、三等、優異以及入選獎 得獎者可以獲得求密券、書券以及獎盃 除了這項活動之外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還有沒有其他活動呢?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是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日 下午三時至四時都設有公眾住場導賞 同時每個月固定舉辦有三項活動 包括導賞教育問答遊戲、短片問答遊戲 以及創意填飾工作方 至於面向學校及社團 我們亦設有預約專場導賞 另外正在舉辦的有國旗、國徽、國歌巡展 以及社區推廣劇場活動 那麼多活動可以參加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位置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位於身後岸 不時達大馬路 仲藝管政門左側 開放時間是由每天早上10時至下午7時 免費入場 歡迎市民來臨參觀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 可以瀏覽民署公民教育資訊網 或者致電市民服務二線 2833-766-766 今次謝謝許小姐 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